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军队成功收复了广西省会桂林 广西全境基本收复 1945年春 德军在欧洲已濒临崩溃 应免战区中国驻印军绵北反攻告捷 美军在太平洋占领硫磺岛 登陆冲绳岛 直指日本本土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 适时测定对日反攻计划 4月 广西境内的日军第22师团 第58师团 及第13师团一部 缩短防线 谋求集中兵力 以防中国军队的反攻 4月27日 中国第二方面军呈日军撤退之际 以第46军攻占都安后 主力即经都阳山向南宁破禁 在民团配合下进展迅速 5月27日 第64军收复南宁 日军第30师团向柳州撤退 第二方面军以第64军一部向龙州追击 以第46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 向龙州追击的部队 于7月3日 先后攻占龙州 平翔 将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 第46军主力 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击前进 先后攻克桂平 武夷 6月19日 第46军第1750 破禁柳州 中国第三方面军于5月初 以第29军向河池黎明关攻击 并以预备第11师攻取天河 至5月21日 收复河池县城 并沿乾贵铁路追击 于5月23日攻克德胜 6月6日收复宜山 此时 日军由柳州增援移山 与中国第29军 展开反复争夺 即战至14日 第29军再次收复移山 日军第13师团 便向柳州撤退 第三方面军 以第20军 向日军跟踪追击 在第二方面军 第46军 自柳州南侧的配合下 向柳州之日军展开总攻 6月30日收复柳州 日军向桂林撤退 第三方面军 随即分兵三路 第20军 第13三师在左 经百寿 第91师在右 沿桂柳公路 第29军两个师居中 沿相桂铁路 向桂林寄进 同时又以第四方面军 攻击宝庆 衡阳 以为侧应 到7月24日 第三方面军 第29军夺战桂林 南方门户 永福 直逼桂林 进交 此前 第三方面军 主力第27集团军 以第26军 第94军等部 自岳成岭 向桂林推进 于7月10日 攻占南围 26日 克一宁 在各路军队的包围 总攻下 中国军队 终于在7月27日 收复了桂林 经过近三个月的作战 中国军队 收复了广西的大片国土